第四的方面就是智 就是仁义理智性的智 就是讲的这个人非常有智慧 智慧对应的五行是水 对应的四季是冬 是冬天 那么智来自于哪里呢 第一的 一个人要享有智慧 第一的就是谦虚 就是能接受别人的意见 那么能接受别人的意见呢 就是兼听则明 就是听 所以说 肾开翘于耳 这是有道理的 一个人肾气足的话 他那个耳朵就容易听进去别人的规劝 肾气足的人也有智慧 对吧 那么能听进去别人规劝的人 耳翘通了 那么肾气就足 肾气足了 他自然有智慧 所以说中国古代总结的 古人总结的这些道理 完全是跟我们的生活 起居联系在一起的 那么在这里呢 我给大家再强调一下 我上次在青岛 曾经讲过一个话题 那就是伤经的这个话题 为什么要强调一下呢 因为现在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就是伤肾 怎么伤的呢 就是过度的防势 把这个肾气给伤了 我们都知道 肾足骨生随 脑为随之海 肾足骨啊 这个骨折强健 是肾气足的一种表现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肾还足骨髓 我们都知道 肾气足的人 整个这个骨髓是充满的 骨髓啊 就是挤住这个髓啊 跟这个大脑是连在一起的 这个人就聪明 他就有智慧 相反的 假如说这个人 经常把这个肾气泄露的话 他那个骨髓就枯萎 骨髓枯萎 那个大脑里面的这个精华 就会倒灌 进入这个骨髓 那么大脑就会不灵光 导致的身体出现衰败的状况 所以说这个肾气不足啊 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就是五脏六腑的精华 多余的都往肾这边储备 那么肾这个 就像身体的能量的总银行一样 它把所有的这个能量 都给收纳进来 然后储存好 以备不时之需 有了病之后 把这个能量调动出来用 假如说经常泄这个肾气 这个人就会出现 这么几的表现 第一的是骨髓枯萎 骨髓枯萎的最直接的表现 就是容易骨折 我在青岛跟大家分享过 曾经有一个 我的那个同学 一年骨折了四次 实际上就是好色 纵欲过度导致的 容易骨折 第二个呢 就是脑力下降 记忆力衰退 丧失了工作 学习 人际交往的能力 成了一个废人 这在我在上次的演讲里边 也跟大家分享过 实际上 我们再用另外一个眼妆来看 就是这个精 实际上就是骨髓 这个人的骨髓 若是不足的话 脑力 智力 体力 抵抗力就会下降 所以说用一个最简单的比方 这个精髓 人体的这个肾精和骨髓 它就像什么呢 就像我们身体的这个防御系统的 这个防御大军的 这个后勤的积养 假如说把这个积养 军饷全部得抽屉没有之后 这个防御大军就会全面崩溃 以至于百病丛生 导致糖尿病中风 子宫 宫颈弥赖啊 什么子宫癌啊 这之类的 多种多样的病就出现了 实际上都与这个肾气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这是最直接伤肾的方式 那么心态上 对这个肾有什么 跟这个肾气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都知道一个人 肾气真正足了之后 他的外在表现就 非常的谦卑 然后呢 也非常的容易 把别人的意见听进去 相反呢 肾气不足呢 这个人就会烦躁 就会不安 就会自我感觉压力特别大 我以前制作一个患者 这个患者就是典型的 恐伤肾的一个患者 恐惧 恐啊 恐惧 就会伤这个肾气 这个恐惧翻译成现代化 就是没有安全展 我在02年给他看病的时候 他照我看的病是失眠 那个顽固性的失眠 没法治好 我给他用了酸枣轮汤啊 焦太丸这些 中医的这些方子 基本上都试了一个遍 没有任何用处 那么这个人 02年我没有治好他 当时当初山没有多久 等到了08年的时候 我再见他 他跟我讲了一件事 他说彭大夫 你知道吧 我这个病好了 我问他 你这病怎么好的 他说 我蹲过了 蹲了三年监狱 蹲完监狱之后 入狱之后的第二个星期 我就好了 我说 怎么会这样呢 他说啊 实际上 我当时跟你所说的 我这个 因为他是一个局级的领导 在我们当地 局级领导 他说我当时跟你说 我说我整天心烦啊 压力大啊 这些 这些话 实际上都是搪塞 我最重要的是有经济问题 特别害怕 提心吊胆 我们都知道压力大有很多种啊 第一种是工作完不成 工作量特别大 完不成 这是一种压力大 第二种呢 是别人对你的期望值特别高 然后你又生怕完成不了任务 比如说现在招讨的学生 招讨之前 这都是压力嘛 是吧 第三个压力大是什么呢 就是自己做了推心事之后 怕被别人 怎么讲呢 就是怕别人发现 然后公之于众 这第三个方面的压力大 他当时跟我所说的压力大 实际上就是第三方面 贪了好多钱 完事之后 整天坠坠不安 当然失眠了 用什么药都治不好 结果抓进监狱去之后 第二个星期 睡得就特别香 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啊 人只要是心态一好了 身体它是自动恢复的 根本不用调整 我们都知道 小孩子在做了一件 那个错事之后 他没有跟家长讲啊 你就会发现 这个孩子怎么别别扭扭的 你就会把他叫我来说 说今天干什么错事了 他支支吾吾说 哎呀我今天打碎了一个玻璃杯 然后没有跟那个爸爸讲 他等说完这件事之后 你对他进行了一番教育 他出了门之后 就又开始恢复到正常状态 就是活蹦乱跳的状态 再也没有这个压力了 小孩子尚且如此 更何况大人呢 实际上我们的内心 一旦有了一件事做不去 有了一件亏心事 你是非常煎熬的 尤其是像这种犯罪的这种事情 那是更是对身体损伤特别大 那么呢 这个患者呢 实际上就是 自己把自己给治疗好了 他说我当时被抓进狱之后 我心里边一下子完全释放了 因为也判了三年刑了 是吧 然后所有的这个 自己以前担心的事情都发生了 发生之后反而踏实了 这个气就沉下来了 气沉下来 肾气一足 那自然水火一交际就睡着了嘛 就这么简单 根本不是用 那个什么交太完啊 水火鸡鸡啊 什么酸枣仁汤啊 补心阴啊 这些什么 那个天麻沟腾瘾 把这个干气再补起来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你的心挣了之后气就挣 气挣了之后定就没有 就这么简单 好感谢大家 感谢观看